所以今天是誰有高爾夫球的問題呢 歡迎收看打高爾夫了沒 我是Andy老師 我今天要教大家下竿的核心8D的感覺 你的心 夠穩定嗎 你的核心夠穩嗎 你的心足夠嗎 你的心是可以吃熱的嗎 讓我們來引導你 在下竿過程中 核心的發力位置 別動喔 別動等我 OK等我核心發力 是你 依賴是 是我 你有練 我來教你 拱固你的心啊 別擔心 讓我們來教你吧 我要唱話 今天要教大家在下竿時核心發力的啟動順序 如何穩定下竿時核心有做到穩定的發力感受 今天隨手可得的在家中可以拿到一個小道去 一致就可以讓我們學會如何在下竿時發力的感受 這時候我們在下竿時準備要做上竿 頂點轉換成下竿時候 我們的左臀會靠近我們的椅背 所以手還不急著下來 往左側重心旋轉的時候 會推向我們的左側 椅背 會碰到我們的椅背 所以你會感受到分離 往左側旋轉回來時 手還沒急著下來 左臀碰到椅背 在下竿準備要打到球前 我們的左膝會向後打直 讓我們的左臀增加 髋關節旋轉幅度 來觸碰到椅背 這時候我們的臀部 就會看到很明顯的 往左後方碰到 那如果錯誤的動作就會造成 身體往前推 這時候我們的核心是鬆散的 就過度的伸展 就碰到椅背了 常常會有很多球友做錯這個動作 所以下竿沒有用到下半身的力量轉換區 回到原點準備啟動發力的感覺 去觸碰椅背 這時候你就會很明顯的看到 我們的椅背 是不是會被我用左臀頂開的 這就是我們在以上所教學的下竿 核心發力的基本動作 好 我們現在有請我們的助教來示範吧 首先握住你的竿子 我們來講解一下如何易用椅背 OK 上竿動作準備 準備要做下竿動作時 好 預備 將你的臀部微微的靠向後方的椅背 OK 非常好 好 上竿 好 漸漸的往下下竿的時候 向後旋轉 好 OK 現在很明顯看到下竿時 因為我們的左臀啟動碰到椅背 此時手還是固定在上方的 慢慢的轉換回來 OK 再一次 對 非常好 所以在轉換區的時候 手其實它就會被自動的帶向我們的下竿動作 所以這個動作助教示範的非常的標準 所以如果你們一般在球友在打球的過程中 千萬要注意 不要過早的把身體動作頂開來動作 它就會脫離這個椅背的空間 所以在家中可以用一道牆 或是椅背 或是椅子來檢視你 是否有錯誤的過早打開了身體 或是過度的伸展在下竿時 下竿的手的其中順序的錯誤 好 所以再請助教再做一次下竿時候的動作 上 好 準備向下做旋轉 回到我們的轉換區域 這時候手是固定的 對 非常好 然後用我們的髖關節重心往左 對了 好 在持續的做中的時候 膝蓋左膝向後打直 右膝的動作會微微的大腿往內靠 欸欸 好好 大腿往內靠的時候 記得轉動我們的左邊的髖關節 往後撞到椅背 非常好 對 這就是我們下竿的啟動順序 咦 有什麼感覺呢 我剛剛不知道要講什麼 老師可以再示範一次嗎 示範 我示範我的屁股轉過去嗎 就是整個動作 移向你的心嗎 不是啦 我今天在萬華倫座中心 利用這個 Inplay System E6 來擊球數據 來觀察我們在擊球過程中 有用核心發力 或者是沒有用到核心發力的差異性 我現在來示範一下下竿的時候 一般球友常常會沒有用到我們核心的力量 轉腰 好 但是你們都會忘記轉腰的角度是什麼 轉錯了力量發力 核心就沒有辦法穩定的輸出我們的擊球距離 好 所以在一般球友打球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只有上半身旋轉打出去 下半身常常都會被動的旋轉 明顯的看到 我現在剛剛的擊球距離是144碼 做了上半身發力的動作 我現在要教在下竿時有核心發力的感受 準備要打球的時候 我們下半身在旋轉的過程中 由右側轉換到左側時 會先移到我們的轉換區 所以在打完之後呢 轉換區準備的意思就是指下竿時我們啟動的位置 會發現我的臀部 再做旋轉往左 往左的時候拆解動作 我會先做回左側 旋轉向擊球 所以我們打下去用核心的發力的時候 就很明顯看到我的擊球距離提升了到171碼 剛剛我沒有用核心發力的過程中 是141碼 所以在下竿時如果你懂得應用你的核心肌群 在旋轉的過程中發力 就可以增加你的擊球距離 以上都是今天的教學 都學會了嘛 上竿時沒有背錯 只有適不適合 所以就跟愛情一樣 只有最舒服的愛情 欸欸欸去哪 missions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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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結 desenvolv 謝謝老師 不是 介紹 很累很累 哈哈哈